我們作為一個環保團體 大家可能認為就是只是在做環保而已 但其實台灣非常多的土地破壞 是來自於就是錯誤的地方 做了錯誤的事情 因此我們就是很關注違章工廠的發生 那大家可能都知道說就是 前面之前那個博恩 他已經做了一個就是檢舉的方式 為什麼還想要再做一個就是 違章工廠檢舉那個輔助器 那其實是因為 大家可能有看到經濟部已經有回應說 他拆了12間 但其實我們總共大概檢舉了快40間 所以他並沒有真正的去完成 就是民眾檢舉並且進行執法的部分 很多時候是需要我們就是公民團體 去行公文 或者是去追蹤 然後去可能甚至開記者會 所以其實這個輔助器 它有點像是降低使用者的門檻 因為其實要查詢 就是如何舉報是還蠻多門檻的 包括包括地極地木一些坐標之類的 然後那個流程又像是他們給了我們 以後我們要形成公文過去 那很多資料進來 其實我們是人工現在在處理 然後有時候是打電話進來 所以我們很希望可以降低這個門檻 讓大家就是盡量的舉報 然後讓我們知道在哪一些縣市的 哪一些地方 我們可以更重點的去處理 去跟當地的縣市政府 去陪伴他們把違章工廠去處理好這樣子 因此我們其實 因為我是第一次過來這裡 然後我也沒有非常的瞭解 就是我的需求是什麼 但我才我需要的部分 就是在中間這個行程的時候 怎麼樣把資料然後把流程簡化 然後讓公民團體可以更容易的去監督 那一開始我們其實打算 最簡單就是Google表單嘛 就是大家可以填一填Google表單 然後可能放在Google的地圖上 後來發現那個表單已經大概快要到地 不知道實驗還是什麼了 因為資料有點太多了 而且一直要叫民眾就是點出去 才能看得到我們 希望他看到的資料 那後來當然諮詢了一些朋友以後 發現有一些圖台的運用 然後或者使用者介面的設計 是可以簡化這一切的 所以我們就想說 那可能是來這個就是黑客松去了解一下 那具體它會長什麼樣子 其實我不知道 它可能是網站還是APP 因為有人說 你是不是要開一下你的需求 那我不知道就是工程師或什麼資料庫 所以基本上我還是找了一些 那個需求的內容大概長這個樣子 因為我們還包括跟民眾的互動 所以那個介面可能也不能夠太複雜 好 那其實除了就是大家知道違章工廠之外 背後其實就像我剛剛講的 非常多的錯誤的地方 在做錯誤的事情 所以我們會經由這個系統 有一點像是嘗試做一個 讓民眾可以去談 我們的這個地方為什麼做這件事 它不對 那它希望被舉報出來 所以其實在未來來說 它可能還有更多的可能性 因為我們後面還有一個大魔王 就是台灣其他地方 不該開礦的地方開礦 不該建飯店的地方建飯店 那那些民眾 他們是不是也有機會去表達出來 或去理解 他們其實是可以去監督這些事情的 然後我的內容就到這邊 所以等一下大家可以來找我 如果想要檢舉違章工廠 或者想要維持台灣的國土空間秩序的話 就可以來找我了 謝謝